比方说我们这个Starsquing 我手就碰到 这个就是很年轻的历史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虎不其道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第1213集的节目 今天来话呢 来给大家做这一款是 07年Voyage Cryst Skywarp天欧 或者大陆朋友翻成闹翻天 首先的话先把它的这个 这里附的一个人物卡 这个07年的玩具呢 还是比较诚意的 稍微翻一下这个 好 那今天为什么会想要 跟大家做这一款的话呢 因为这两天 大家应该都有看到 MPM第十款的这个Starsquing 当然那个定价的话呢 台币应该是超过7000块钱 非常昂贵的玩具 这个衣衫还有衣衫高啊 那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 就是07年的一个 电影系的一个天王星 那想说就顺便给大家聊一下嘛 那原本想说 是不是要做个高清重制版 那突然想起来不对啊 我手边还有一个同模具的这个Skywarp 那我想说那就拿这一款的话呢 顺便把编号向前推进啊 做一个分享 那对我来说的话呢 这个结论就很简单啊 劳务就是怎么样 造型没那么还原 但是用胶一定比较好啊 联动的机关啦 这个变形的一个爽快度啊什么的话呢 一定是比较比较比较有趣的啊 那是造型就输了啊 但是内涵还是比较丰富的 那这个套在这个模具上面的话呢 跟MPM第10款就相比的话 我相信即使我现在还没玩过MPM10啊 我也可以保证 它绝对没有它这个身上这么多的联动 这么多的一个把玩的乐趣度 甚至这一款这个模具的话 是我手边的变形干玩具里头的 我个人觉得它算是把玩乐趣度里头 可以排到前几名的哦 非常棒的一个模具啊 除了还原度比较弱一点之外啊 这么厚的底盘 那这款玩具的话 你在购入的时候呢 请记得子弹的部分呢 千万千万 子弹是这个玩具呢 灵魂的所在啊 如果你买到缺子弹的话呢 那这个玩具的乐趣度呢 将会少了一半 那不管模具怎么样演变啊 对我来说呢 玩玩玩具的话呢 手边的这个 这个玩具的故事 对我来讲的话 可能会更加的有重要性 那这一款的话呢 如果收看我节目比较久的 你可能会明白 这是一个 我们做变异金刚开箱的 这个老祖宗啊 Shadowbanger所赠送给我的 而我右手边的这一款的话呢 则是一个变异金刚同号呢 它是我多年的观众啊 我还记得他这个离开 我们台呢 他要回他老家的时候呢 还特别到我店里头来找过我 那这一款的话呢 它是用非常低的价格所卖给我 它是丢在社团上卖 那我刚好看到了 它就卖的很便宜了 然后看到是我又打折了 又更便宜 那它现在是在德国念书啊 那我知道 他还是有在欧洲的话 还是会看我的节目啊 就是一个千里之外的 一个友谊之间的存在 我非常非常感谢他 所以这两款玩具 对我来说呢 都是意义非常之重大的 那我们好吧 这个扯完了 我个人跟玩具的恩恩恩怨怨呢 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主题了 那底盘太厚啊 这个就不用不用再提了 就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厚 那子弹的方法 你看我两台是不一样 这个我是把它放到侧边 这个是按它在这个炮碗上面 那么这一款玩具的话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联动 就是这个轮胎去推的时候呢 它前面的这个 这个滚筒机枪的话 是会滚动的 而它在滚动的时候呢 如果你不需要 你这个推的时候呢 你看 它的一个玩法 就这样推的时候 它会这样子滚动 那如果你把子弹放到上面去的话呢 它在推动的时候呢 就会子弹就会弹射出去 那我大概先解释一下 这个机构是怎么样 这个我现在是推不动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这个地方 我把它给放下来就卡住了 我们可以试一下 这样本来是可以推的 那如果你把这个部件 往下面推下来 OK 它就会卡住 就没有办法推得动 而它的一个轮胎往前推的时候 这个机枪会滚动 实际上呢 这个 再次把它给扣回去 先把它给变形 好 它的一个滚动轮胎呢 并不是触动子弹发射的一个要件 你看 它就可以滚动 但不会发射 其实是把这块部件往前推的时候呢 它去触及到这个部件 这个就按钮触发的一个地方 按下去 你看子弹就发射了 对不对 这个这样就处发了 这个部件呢 往前面推出来之后 它的轮胎就可以顺利的着地 而在着地的时候呢 它这样子推的时候 不管你是正推还是逆推 它推过来 你看到没有 这个 这个子弹的发射能 就会跟这个地方接触 一旦接触到呢 它的这个 就会有一个弹页 就弹射出去了 子弹就弹射出来 所以它的一个 理论结构就这样子 我们就实际上 就给各位看一下 比方说我们这个 我手就碰到就 这个就是很年轻力 你不小心碰到嘛 就是就弹射出去了 我们就这样转动一下 你看它就会自动 你不管是往前或往后啊 只要它就碰到的话 就会自动去做一个发射啊 那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年代久远吗 接触啊 这个我要往前面拖一点点 往前面拖一点 这样子应该就 出动性能好一点 好 总而言之呢 它的一个玩法就是这样子啊 那么这个skywap的话呢 我们就就就不特别 去做这么样一个示范 我先把子弹捡起来 实不相反 我在拍影片之前几分钟 这个子弹的话呢 就不小心误触啊 误触之后的话呢 有一个子弹呢 我找了很久 才把它找回来 我差点要骂 骂脏话 就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啊 所以就买的这个玩具的话 那个子弹的话呢 千万千万千万啊 请记得一定要把它给留下来啊 那我们变形的部分呢 我用这一款这个 star screen来做变形好了 因为路的时候呢 我发现了这个skywap太黑了 有一些卡扣 可能大家会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啊 这个无所谓 大家明白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是有突跟奥的一个结合 两手的话 可以把它先把它给分开 脚的话 从这个地方扣开啊 它是有一个突跟奥的一个结合 突跟奥在这边啊 这里有一个突啊 这里有个洞啊 这样先把它给做一个分开 然后呢 这两腿的话呢 是这个地方要把它给扣开了啊 但是不太好扣的话怎么办呢 你可以像我一样 我会习惯用这个腿的话 是直接的啊 稍微往后面推一点啊 这个不能被我掰下来啊 这里 这个腿是这个地方 这个好像当年就是这样子 再把它接回去啊 这样子翻下来 这个地方膝盖打开 腿放下来 这个地方盖上去啊 这个地方翻不开 就是直接用这个 可以直接用这个腿啊 直接这样子 连带它往上面扣一点 然后有个缝之后呢 再用指甲去把它给推开啊 就比较好推一点啊 我手上这一款的话 一直以来都不是很容易打开啊 这里翻开 腿的话呢 就暂时的到这边 好 然后两腿往两侧给翻开 往两侧翻开的话呢 我们再把这个飞机这个头呢 从这里上下分开啊 这里 上下做一个分开 这里分开之后 这个部件往后面放 往后面放了墓地呢 这里翻过来之后 把这个部件往上面折上来 这里会出现一个凸啊 跟后面这个洞呢 就做一个结合 把它给扣上去 再接下来就是 把它的一个这个部件 可以往上面抬上来了啊 然后这个部件呢 这里有个卡扣松开 往往上翻 我的习惯啊 先把这两块部件 先把这两块部件翻到这里 好 翻到这里 然后这个部件呢 往上面提一点点 好 到这边啊 然后这两块的这个 翅膀这部分的往上面推啊 你不往上推也可以啊 我先推这一块联动给大家看啊 联动就从这往上推啊 它整个一个上半身的话 会整个是有一个 完全展开的一个样子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推到哪去了 这里啊 把它往上面推上来 你看整个的 会直接的 会做一个炸开的一个演示 非常非常帅气的一个样子 然后这两块部件的话呢 再把它 我习惯是把它塞到胸前里头了啊 我的习惯 那这个部件就 反正它是直接往上面推到底了 再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个部件的话呢 这个 两侧这个尾翼的话 先推开 我们要把这个 部件 翻上来一点点 然后把它折到 透过这个关节 把它折到后面来 手臂的话可以暂时往下放啊 这样子 翻到后面去啊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再把 利用这个双动关节啊 把它整个完全的折起来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 从这个地方啊 往后面翻下去 那这个 这个地方是个球关啊 这一片部件有时候会喷掉 有时候喷掉 那喷掉就喷掉吧 反正就是 它原本就是 弄成球关 可能就是说喷掉 好吧 感谢你这么配合了 真的 真的就喷给我们看了啊 就这样子 然后这里有个非常小 不起眼的盖板翻下来 可以把它翻到 其实它是应该翻到正前方而已 并不用特别折下去 到这边 然后头部就可以翻转过来了 那我们这块部件呢 再次的呢 先把它给捡回来 这个是真的是蛮容易喷的啊 当初老肖做这个影片的时候也是 这个部件也是会会会喷溅的 然后这个 这个把它给扣上去啊 好 然后的话 后面这个地方也扣紧 后面都扣紧了 腿的话呢 这个两侧 整个翻直 然后做出一个去跟Lag的一个 它的这个齿轮关节非常的多哦 这个以前的V级啊 这个齿轮关节都非常的多 不是现在的L级都没有齿轮关节 然后这个部件是要往上面折起来啊 这里把它往上折 好 那么这里本来是一条直线的 我们这个地方 这一格是把它往上折 好 然后的话就可以把它给做出一个 嗯 胸口大概就这样摆吧 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摆错就算了 反正它的还原度就是这样子了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一款07年 Module Class Starscream的这个模具呢 从一个战斗机到机器人的一个变形过程 我们来看到一个机器人的形态啊 基本上呢 你要跟现在的MPM10的这个图去比试 当然是不能相提并论 当然价格差了十倍以上吧 当年这个V级的玩具一个可能台币是700块钱吧 现在这个直接这个MPM定价是7000多啊 是差了十倍的价格 你还要要求些什么呢 对吧 那子弹的部分 我就暂时的呢 怕误触误击啊 就先不装好了 先不装一下好了 还是把它给装上去啊 就可能看上去比较有气势啊 这里子弹装上去啊 那真的是很容易去 不小心去误触到啊 这个紫色的 你稍微碰一下呢 就可能会弹射出去啊 那我先把这个紫色的装上去啊 因为紫色的掉到地上 我比较好找啊 旁边这个天王星的这个 这个色彩的话就比较难找了 其实它这个有点米黄色的配色 是有点有点奇怪啊 好 这样子好了 这样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那这个部件的话呢 是故意把它给翻出来的啊 这个你平常在机器的状态下呢 如果你推这里啊 一样一样是推这个轮子这个位置啊 你去推 你看 它一样是有一个 这个在电影一里头 它是 诶 电影二好像之后都有吧 它这样子对 用机枪对人类 或是对这个博派做一个扫射啊 都是有这样子一个装置的 而在这个状况下的话呢 只要 只要我们把这个部件的往后面推啊 只要往后面推过来 你这样去转动的话呢 其实它都是不会去误触到 不会去不会去去去一个 误设出来的 并不会 那我们呢 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头雕 两者的头雕是完全的 不一样啊 那这个头雕算是 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算是 是怎么样啊 这个就没有所谓的 还原度的问题啊 因为它就是电影 就是没有出现到的 然后这个配色啊 这个钢琴黑的这个样子的 其实我觉得这款 这个天欧的配色 也是挺好看的 那基本上的话呢 就可以几乎可以把它当成是 另外一个机器人的感觉 你有点像Star Screen的样子啊 但是你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不要说到MPM啦 你看后面这些造型 其实是蛮 就是跟现在的玩具 不要说 像MPM比 你从电影三 电影三的这个 Deluxe Class的这个Star Screen 或者是电影二 Hand for the Decided Canon Leather 之后的一个Star Screen 那个造型的话呢 就已经跟这款呢 已经有非要式的不同了 所以呢 比较它人形上面的一个 还原度的话 我个人觉得比较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好比的 这个一定老物的话 一定是比不上的 但是它的一个乐趣性 就是在于说 这个胸口变形的时候 有一个联动 那个一个炸开 然后这个 这个后面这个 滚动和联动 那包括这个子弹的发射 如果你要的话呢 就是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部件 就是往前面推啊 这样它就会去触及到 这个按钮 就会自然有一个 连续发射的一个 一个一个现象发生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有跟大家呢 分享这个 算是 应该说是真人电影里头 Star screen 应该这个应该是 第一款推出的玩具吧 因为Voyce Car 电影好像也只有V级 很小型的玩具才有 那以这个是 就是以大家 就是比较普遍 接受的等级来说的话呢 这一款 这个应该是 还要再拉开 这个还要再拉开 对吧 就变形又没有 没有到位 不过到最后才发现 也是可以啊 这个 其实你们不要看我 说变形没到位 变形没到位的话 可以变好几个留言 跟弹幕对吧 因为你们会忙着 吐槽我对吧 OK 好吧 应该是这样分开吧 这个部件 是不是要折下来 怎么样 没关系 反正就是炸开 是比较好看 那我们就这样子吧 行 那今天的话呢 就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